聊深一空 世民智慧 这个是 对于四世真相 完全通达明了 能知诸法 世民神通 诸法是从四象上说的 这些现象 你全部通达明了 这些神通 神通起作用 叫善瞧方便 帮助众生求 了素如幻 苏是世俗 六大论文 梦幻泡眼 这是智慧 如上指 殊胜神通智慧 席界究竟通达 这叫旧大神通悔 这是第一首的第三句 说明 说明自信 本具的智慧 祝福如来 真的 我们都有 只是我们现在 有妄想分别 执着 而不能 真的 换一句话说 我们能把妄想分别 执着放下 立刻就真的 妄想是什么呢 是齐心动念 不齐心不动念 妄想就没有了 从妄想生分别 从分别生执着 所以 不起心不动念 全都断了 你要断执着 它还有妄想分别在 断分别 分别断了 执着就没有了 但是还有妄想在 所以妄想一断 是全都断了 六根在六成境界里头 不要起心 不要动念 所以 古人有个比喻 叫我们 用心如尽 像镜子一样 心向前 照到外面 清清楚楚 里头没有起心动念 诸佛如来 用心如尽 我们现在用心是什么 用心像照相机 底片一样 照一下 录一个银子 照一下 录个银子 所以心就脏了 就被染污了 就这么意思 我们今天这个照相机 录影机 就是反复 六道反复 那一面镜子 那是如来 他照得很清楚 他不照痕迹 所以每一天早晚 我们洗脸就照照镜子 照照自行 我们心 我们心像不像镜子 不像 心真的像照相机 像露相机 那就坏了 所以有许多地方 供佛像 佛像后面有个圆光 用一面镜子 代表圆光 很有意思 代表大圆镜子 这表发的 我们供佛 供佛里的最重要的是 供一杯水 其他的什么都可以不要 一杯水不能不要 这最简单的 最重要的工具 水代表什么 代表清净性 没有染污 没有波浪 不要这个意思 看到水就想到 我的心也像水一样 不动 干净 就是 我们经体上 清净 平等 就 清净它没有任何 平等它没有动摇 就它能照 那就是照的意思 所以这杯水的作用 不得了 不是供给佛 喝点 错了 佛不要喝水 它是表发的 货陀